台中市政府为了替台中设计新市旗 决定举办争选 广征设计理念 由市民票选最能代表台中市的旗帜 靠视镜报道 台中被誉为创意城市生活首都 从省霞市时期就有的皇帝红字市旗 却被网友批评最丑市旗 为此师傅举办台中好新旗 iVoting自己选并宣布活动旗袍 林佳龙说 省霞市时期的旗帜 已经不能代表合并后的大台中直辞市 台中即将举办2018世界花博和东亚青澳 市旗只有中文字 外国人恐怕无法理解 一个文字台中市我们看得当然很亲切 可是外国人跨博了 另外希望市民踊跃参与 因此举办征选 邀请全台民众参与投稿 明年元旦起 由16岁以上的台中市民票选 新闻局长周冠廷表示 台中市旗征选 即日起到12月15号 邀请对设计创作有兴趣的个人团队投稿 网络投票时间预定是106年的1月1号到14号 年满16岁的台中市民 都能透过iVoting系统进行公投 冠军可获得8万块奖金和奖牌 中广记者柯世荆在台中市报道 下印象